哈喽,大家好,我是世心 那今天是冬至,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那冬至少不了吃饺子 那现在准备去超市买点饺子 今天晚上大餐一顿 我现在已经进超市了 这个超市是我比较常来的一个连锁超市 那小伙伴们饺子一般都喜欢吃什么馅的呢? 那我个人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忌口 如果是自己包的话,猪肉韭菜,大葱,牛肉羊肉 这些我都能喜欢吃 如果是买的话呢,湾仔码头的那个玉米 猪油玉米的那个水饺是我最喜欢的 那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呢? 欢迎到人员区告诉我 再看看 这里是猪肉白菜的 猪肉韭菜的 猪肉大虾的 这六刀一包 一包是600克 这两个吧 一个韭菜的,然后两个大虾的 买了三包 应该够吃的 现在准备去买单 小伙伴们 关于饺子我一直有个困惑 你说韭菜鸡蛋饺 它属于素馅的呢?还是肉馅的呢? 可以咱们到留言区来探讨一下 咱们到留言区来探讨一下 因为训练的原因 节假日的话也不是说做机会回家的 那如果是节假日训练呢 应该下课的时候呢 教人都会提醒你们 要给家人去个消息 报个平安 真的好 那现在成家地业了 也不再醉了 那就没有人能提醒自己了 那现在呢 要自己去学着 维护好关系 那把事情做到没人去到 那想想 还是那个时候好呀 那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 训练真的是非常苦 我现在回忆了 也是时间的提议 不能再说了 我一会儿得给教练发消息 我现在感觉好想他呀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再次祝大家冬至节快乐 那今天晚上也早点回家 跟自己心爱的人 吃上一碗热热乎乎的大饺子 我是李世昕 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关注我 了解放歌跳水去世 Game Over